这个树已经画完了,但是只是简单的画完了 我们还要继续小提刹什么的,还要画它 但是现在呢,先不去画它,我们先画第二个树 画它后面的树,后面是我们大家注意的 它从这儿,出这儿,挨过来,然后再挡那儿,在这儿,交叉过来 我们还顺着刚才这个笔,刚才这个笔画 不要去沾墨了,不要去沾墨了 你就把你这个笔上的墨呢,给它用完 上面呢,要细一点,分的时候要细一点 你看,它从这儿,从后面,把毛给摁下去 摁下去 从这儿过来,然后要注意它这样 这样,你再看一下,用眼睛看一下 眼睛看一下,然后从哪儿过来 你看 这棵树画就再往上走 把主干的画出来 把这个树 给它这个形给它画完 大家看的时候呢 大家看的时候呢,可能会 有时候会看的怎么样 好像 有时候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有时候 你在画这个,分这个直干的时候 看看上面 再看看下面 再看看下面 看看到这儿分的对不对 然后再从这儿分 看看这边 看看 灵画呢,就是把它这个精神给它灵了 你要说给它灵呢,就是 这点在这儿 这点在那儿 这个肯定会有一定的 就是,那你除非打鸽子 打鸽子 但是我们大致把它这个 形象的灵出来就可以 大致 就是我们要学 也要学的这个 学院的 拱弦的这个 用笔 怎么去用笔呢 捏在这点 这样 这也是可能的 有时候它用笔比较快 有时候用笔比较慢 小树叉一般的用笔比较快 小树叉 你今儿要把这个最上面那边给它挖出来 好 好